社封厢公所日前接获民众反映说 无权公墓纳谷塔通风不良相当闷热 希望可以有所改善 为此社封厢长刘耀忠 7月1号特别前往无权公墓纳谷塔来进行了解 也指示民政客进行设施改善 要让乡亲可以有更好的寄主空间 无权公墓每年清明节前夕 社封厢公所都会派员整理公墓的周遭环境 让前往寄主时的环境更加干净 不过日前有民众反映指出 无权公墓纳谷塔通风设备部分损坏 造成了空气不流通相当闷热 希望乡公所能够改善 为社封厢长刘耀忠1号上午 特别前往无权公墓纳谷塔进行了解 也指示民政客进行设施更换 好让乡亲可以在一年一度的 中元节普渡法会上 能够享受更好的寄主空间环境 社封厢公所将在那个 武权公墓进行一年一度的普渡法会 乡亲除了展开周边杂草的清除 给乡亲一个停车 宽阔的祭拜祖先的环境 同时整理我们内部的空调 以及那个照明 让乡亲在通风 以光亮的环境中 追思仙人 为了要配合民众祭拜仙人 我们乡公所将资源 人力提早服务 前来祭拜仙人的乡亲 乡长刘奥中除了指示民政客与清洁队 展开无权纳谷塔周边杂草清除 也给乡亲一个停车场 与宽阔祭祖先人的环境 将公所也会在农历七月 举办普渡法会 各方神明好兄弟的保佑 让花莲与寿风 一整年都能风调雨盛 所有乡亲都能平安顺遂 记者刘明胜 寿风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